前女子组和Frees的成员石永烈Suki 最近因为大爆模特界存在性交易的内幕后而人气急声 昨天她应要出席一个调酒活动 表示自己非常自爱 很少夜生活 但自认酒量极差的她 对自己的酒后行为却不甚了解 我每一次在 如果在一个红酒杯一半 我每一刻玩就会醉掉 在每一次我的朋友都会告诉我 你醉的时候都会乱唱歌 然后很快就睡着 应该没有吧 应该没有 我的朋友都会保护我啊 因为大爆性交易内幕是永烈被人冠以爆实力的称号 爆实是一句香港的俗语 意思是大变 但是石永烈对于被改这样的一个恶名 非但没有生气 还好像因为自己一夜成名感到很得意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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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会 因为我自己本身都是一个比较喜欢玩啊 开玩笑的女孩 其实平时大家都叫我花明 我都没所谓的 我觉得都没关系吧 因为我自己觉得这个画面挺搞笑的 不过其实石永利的爆料 严格来说没有太多实际性的内容 因为所谓的性交易 只是长久以来娱乐圈的一种潜规则 而他根本没有公开涉及性交易女模特的名字 任凭大家拿着他给出的提示凭空猜想 都注定不会找到真正的肇事者 对于这个石永利心里有数 因为我只是给了提示 然后都不是证明他们不会对好日做吧 对 爆料事件让石永利过了一把陈明影 不过随着他不再爆料 他能不能把元气继续维持就很成疑问 而事件也让石永利身边突然多了很多关心他的人 理由是前辈勤佩的儿子江文杰 就特别对石永利爱护有加 有一位好朋友跟我说 教我小心一点说话 然后他知道我的心情是比较爽快的 然后他告诉我 你要说话的时候有乖乖咯 他是Benji 中文是我不懂说 他是我认识的一位好朋友 好朋友 搜狐娱乐博报香港博道 好朋友 好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